药医不死病,佛度有缘人 无论你怎么样保养,你不改变你的业力 你该什么时候生病,该什么时候死亡 统统是业力在支配 医生只能医病,不能医命 今天的寻找观世音 我们将要为观众朋友分享一位罹患肝癌的母亲 他从内心的彷徨无助 到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 将病苦转为道用,训命严寿 并在生无病苦前与佛接引的真实故事 如能转念,何须我大慈大悲 若不回头,谁为你救苦救难 指导开地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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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生,我妈妈现在状况怎么样了 我们到外面说 我跟你讲一下 目前一头血管收手剂 血已经止住,并持续输血 今天有为你母亲做草云泼 内饰镜,何止共证检查 发现你母亲的肝严重纤维化 只剩四分之一可以运作 出血的原因是为死到经脉流出血 虽然现在血已止住,但可能还会再出血 那医的好吗 你母亲的状况比较严重 医疾以往经验 时间大约还有一个月左右 但也有可能再长一点 可能要考虑万一再次出血或昏迷 要不要急救 天哪 没想到妈妈的状况这么糟 怎么办 先不能让爸爸知道 不然他老人家一定会担心难过 我先凌路姐姐跟妹妹好了 血脱那么多 我想我的身体可能很难痊愈 如果不会好 会不会拖累到子女 老伴 怎么办 如果走了 要走去哪里 会不会有一才来说明 好怕 快点 坐下 快点 开下 快点 快点 车 小天 开辆 全 开辆 师父 保密屠佛 不好意思这么晚打扰您 是这样的 我母亲现在在医院情况很危急 我该怎么做 才可以帮我妈妈平安地度过难关 你现在最重要要做的是 先把心静下来 然后劝她一心念观音菩萨 观音菩萨是寻生救苦 她有求观音菩萨就有应 你跟妈妈说我在双溪小卒 帮她立牌位 我也会齐请她的言行载主 到山上做法会 你现在就带着妈妈一心成念 拿摩观世音菩萨 好的好的 谢谢师父 我马上教师父的开始去做 妈 给你 让母观世音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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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摩观世音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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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七岁我比较好一点哦 来帮你绑个头发 好 等一下 绑完头发之后 我们就专心的念 南摩观世音菩萨的圣号 祈求菩萨保佑你平安健康 好 这段时间您辛苦了 过几天 我们再一起到灵严山寺 双溪小竹 参加消灾祈福法会 给佛菩萨加持加持 好不好 好啊好啊 这段时间你们也辛苦了 让你们担心了 这部微电影呢 其实是在讲述我奶奶的故事 当初啊 拍这部影片为了怕避免担心 奶奶看到这部影片会觉得这个是在讲 直接很直接的讲述就是她嘛 那所以呢我们这部影片把里面的家属这个主角的部分 原本是爸爸替换成女生就这样子拍摄出来呈现出来给大家看 这部影片呢是在5月22号 在龙山寺市取景圆满的后两天啊 阿嬷晚间24号 晚间她呕吐 那距离上一次生病就是去大医院那种急诊已经是一年多前就是2021年的事情的11月 所以距离有一段时间那这段时间身体都控制得很好 那当初没有想到说是肝肿瘤的问题 但是当天晚上啊我们就直接到了医院去急诊 那后面发现是说肝肿瘤的血管破裂 那这个就很严重了 转到大医院去之后血止住了 那医生看到奶奶她的数据 心跳血压这些都很正常 所以医生觉得要做侵入性治疗才比较有救 奶奶她原本不想要手术 但是听到医生这样子的建议 然后还有看到数据都这些都很完好 奶奶她回心转意想要拼一把 因为她觉得还有救 所以她就跟爸爸说到 她昨天早上在家里面啊 有看到金色的阿弥陀佛过来 那爸爸她就说 为什么你没有把握第一的时间 就是跟阿弥陀佛去极乐世界 那奶奶她就说 阿弥陀佛没有说让我跟她走 她也没有想要去 那为此爸爸有点念叨奶奶 那奶奶她就脸色不愿意 不想要再接续这样子的话题 正当奶奶她说完她想要拼一把的时候 忽然之间那个生命迹象就出现彻底大反转 就是整个数据都开始变得不对劲 血压开始降低 那医生也被这个突如其来的这个状况 连忙叫来其他医生过来看查 这时候的奶奶她自己明白 自己的病已经没有办法医治 只有念佛才是唯一的出路 爸爸积极地劝奶奶一切都要放下 要念佛求佛接应 那就跟奶奶说道 妈我们不要再爱真不要再受苦了好不好 我们回家吧 我们求阿弥陀佛来接你 心念阿弥陀佛不要害怕 极乐世界很美好 而且望明叔叔也在极乐世界等你 阿弥陀佛会带着你的莲花来接你 你一定要记得站上去 这段话说到了奶奶的心坎里了 奶奶也甘愿念佛了 决定万元放下 就在这个时候 奶奶的眼神仿佛是大梦初醒 然后自信显现一般 爸爸说他从来没有看过奶奶有过这样子的眼神 非常笃定的眼神 随着救护车回到家门 奶奶他一整路他都没有带氧气罩 他是含流最后一口气回到家 到了家门之后 小姑姑到门外去接奶奶 据小姑姑说 奶奶还睁开一眼对小姑姑笑了笑 所以代表奶奶他是非常神智清醒的回到家 进到家门之后 奶奶躺在床上 就安详地往生了 经过二十四小时 深深相续地念佛声之后 家中的磁场非常好 奶奶像是睡着一般非常的安详 我们也有摸奶奶的手 是她的身体柔软如眠 又感觉是比生前更加的柔软 让我觉得相当不可思议 也许奶奶是佛度的有缘人 亦或者我们才是真正瘦度的有缘人 悟道法师丁主家属 佛教徒每于亲人往生后四十九天内 每逢七期举行超见佛事 称为做妻 根据地藏菩萨本愿经记载 人往生后四十九天之内 如果阳上眷属能为王者如素 诵经做佛事 仗此功德能令王者罪障消除 得生三善道 如王者以往生西方净土 则可连品增上 师父有一句话的台语 我想请教您一下 就是 这句话怎么理解呢 那么这句话的意思 为助心心助系 即营兮罢关系 就是说 人一生下来就有命运 但是一般人如果没有学佛 他就不懂得改造命运 其实命运就是说 你自己造的 不是别人造的 他是自己造的 那自己造的 当然你自己可以改 只是说 关键你要改得更好 还是改得更不好 佛法讲就是 完全都是自作自说 是 那个 所以你的造业不好 你过去今生 做得不好 造恶业 所以果报就不好 有的人很好 他是造善业 所以他得福报 这个说 个人造的也不一样 所以果报不一样 所以也不要去怨天 有人也没有用 最重要自己要明白 怎么把自己的命运 逮善 这个生活品质 不断向上提升 师父 承接刚才的问题 为主持先主戏 这表示人的命数有定数 而这个奶奶 她应该是一年前就该走的 那她能续命运寿 是不是因为她 这关系菩萨的佛号的功德呢 浦门品 这个 讲到 众生有什么 极难恐怖 但是 闺命观世音菩萨 就可以得到解脱 所以这位奶奶呢 原来医生给她讲 剩下三个月了 那么 她也在 多延寿了两年 两年的时间 这段时间啊 也是得利于这个 观念菩萨的一个加持 那么也让她这个 在往生的时候啊 很安详的往生 没有恐惧 没有受到一些折磨 所以 这个冥冥当中啊 也都是有菩萨加持 所以这个菩萨的加持啊 让我们也改造命运 那我们命运 每一天啊 都有加减乘处啦 那么遇到佛法呢 她改变的幅度 就会比较大 所以这位奶奶她 有缘啊 也遇到 儿女孝顺啊 所以 这个 元寿 而且 这个 往生的时候啊 没有受到折磨 那这是很大的福报 是 师父 我听说这个奶奶呢 她 其实学佛不久 但是 她还没有受到病苦的时候 阿弥陀佛就先 视线给她看 那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 一个缘故 跟什么样的一个机缘 她能够看到阿弥陀佛 好 这个问题呢 也是跟佛有缘 那么总是过去是 跟阿弥陀佛都有结个缘 那么这一生啊 在遇到 在接这个缘 那这个缘也很殊胜 有见到阿弥陀佛来啊 视线给她看 也就是 表示啊 跟阿弥陀佛有缘 跟西方极乐世界有缘 那么将来啊 必定啊 往生西方净土 所以在弥陀经讲啊 若以身若金身若当身 那总有一天 那么她会 这个 往生西方 这是 我们没有怀疑的 所以她是 跟佛有缘 是 阿弥陀佛有缘 那师父 我们在领民众的时候 看到阿弥陀佛来接引我们 我们该怎么做 因为这个奶奶她在当下就选择 不要跟阿弥陀佛走 这样是不是会错过一个很大的机缘 这位奶奶她见到阿弥陀佛 她当时没有跟她去 这个当然是 这个当然是 错过一次的机会 那么我们 我们一般 一般念佛人 只要见到阿弥陀佛来 那我们就要跟着佛走 就要放下万言 跟着佛走 因为到了极乐世界 我们再回到这个世界 那就很方便 随时可以回来 就很自在 没有受到任何的限制 所以这个主要还是对 那些往生西方的这些情况 没有了解得很清楚 那怕呢 去了就永远见不到家人 其实去了才会永远见到家人 才会不分开 因为到极乐世界就有神通 神族通 他可以随时回来度自己的家人 那甚至生生世世 过去世生生世世的父母 家属 都能够知道他们现在 在哪一个世界 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如果因年成熟 那么他就可以随时去帮助他们 因为主要还是对这个 无量寿经了解不够 所以他会有这个担心 才会看到佛不敢去 关键还是在这个 对极乐世界 认识的还不够 所以会有这样的一个耽搁 不过将来 总有一天 一年成熟 还是会去的 还是会去的 师父 灵命中的时候 如果见不到佛的话 有没有一个方法 一个有效的方法呢 灵命中如果没有见到佛来 那么最有效的方法 还是念佛 那么 因为一切法重新享生 佛也是我们自己心生的 我们心献的 那我们念佛 那当然自然心中会见佛 所以还没有见到佛 也不要着急 就是一心念佛 时间到了佛就会现前 所以不要急 急了反而我们心乱了 就更见不到 那这个见佛 就像我们这个水没有波浪 你可以照见这个外面景象很清楚 是 弥陀经讲一心不乱就是 你念到心定下来 自然会见佛 所以这个时候啊 更要让心静下来 一心念佛 自然会见佛 所以今天这个文殊菩萨圣诞 我们刚好排今天来这里啊 这个也是佛菩萨安排 这个就是佛菩萨说呢 这个这个 学习啊 都要智慧 你要改造命运啊 要修复啊 乃至到成佛 都离不开智慧 以上啊 简单的一个 一个说明 蒙甲龙山寺的缘起 龙山寺是在284年前 那地方的士生在竹林里面 发现有那个夜间有光线出现 那就去找 结果发现说这个白天的时候 发现说有一个香火袋 上面写的安海龙山寺 那个观音佛祖 所以大家就认为说 哎 是不是菩萨显灵要来这边 跟我们大家一起 所以他们就派人到 福建泉州安海龙山寺啊 去分乡到台湾来 那就在这里盖了一个 就要小一点的龙山寺 那后来再慢慢慢慢的扩大 所以说这是这个 龙山寺的缘起 蒙甲龙山寺观世音菩萨的神奇事迹 民国34年 就是美军啊 来轰炸台湾 他要炸总统府 结果因为我们这个龙山寺的形状 跟总统府的那个空中看下来的形状 是一样的回字形 一个回字形 结果美军呢 就把这个炸弹就往这个地方丢下来 可是在这个的前一天呢 很多信众集到龙山寺来 认为说观世音菩萨会照顾这个 我们的信众 都躲到这个观音座下 想说避开这些空袭 可是没想到当天晚上 蚊子非常多 大家被钉得满头包 受不了就回家去了 结果天还没亮 炸弹就掉下来 整个市全部毁掉 但是没有一个人死掉 所以这个是观世音菩萨显灵 来救度这些 这个我们的百姓啊 他派了这个蚊子啊 到这个把大家赶走 因为全市都毁掉之后 只有观世音菩萨站在 等于是直立在那个地方 所以很不简单 他这个当时火烧嘛 整个炸掉的时候 火烧就把整个脸都熏黑了 后来我们的前贤 他们就说要重新塑一尊 还是要原来的 后来宝贝的结果是说 他要继续安静 所以现在看到的那一尊 就是当时三十四年 没有被炸毁的观世音菩萨 所以非常的灵验 目前是我们台北市的一个信仰中心 我们在生活中要无时无刻散播慈悲 传递喜悦服务人群 身做好事口说好话心做好念 不断的发心发愿 但愿众生得礼苦 不为自己也求安乐 以佛法的力量降服自己的贪嗔痴 这样才算是真正的修行 寻找观世音 我们下次再见 极尽施药观世音 寻生救苦难思逸 地观圆照三千界 阳之净水洗凡尘 妙法灵华经 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云 观世音尽盛 于胡脑死恶 能畏作医护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台湾 静 母自身 莫 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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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